大家好 穿衣服了 无极六瘦 真是无极六瘦 你这无极六瘦 你把小桌帮来 说点话说点 那我说点话 那我哥 我哥学习了点 困了 不穿衣服 找着起来就裹蟒子 我外边坐吧 学习也是学习了 这咋刚才上轨人间 偶了一顿 这腰吐 我说你就是冻的 他就说吃下东西吃不对 海南气候不值得咱们带 什么不值得 带着暖和他也是那啥 十冬腊一天了 十二月份光榜 一让起就光榜 不穿衣服 那你冻的呢 冻的一会儿啊 我这刚才前孔子 把那背心 快篮背心套不上了 穿着点护着前后心 这刚才我俩又葬个葬个半天 你为啥的 你说这么冷那天吗 他就光榜了 连跨栏背心也不穿 这我是强恶 连红袋片子就在套上了 完了难受 折腾 隔衛生间 偶了半天 就吐出来点 就好了 他就啥 我是吃他东西不对了 我说啥吃不对 前后心着凉就好饿 你们这叫什么胃肠感冒啊 有个朋友留言 网友留言是个 应该是个年轻人年龄不大的 说在国内做这个IT公布做得累了 不想做了 问上加拿大那边 能不能那个就是送个外卖啥的 干点那也轻松 你说什么 外国没有轻松的话 那块人少 你要想在外国挣钱那相当难了 你就是中国入国IT那行业多好啊 你从外国呢 你瞅的是挺好 你去到那不管你走世界 到哪都有压力点 我给你 哪块钱也是不好挣的 哎 大伙可能看的挺好 但是你们去了 你们就知道了 好几个啊 我跟你说 这个松外卖的工作 之前嘛 也一点不了解 后来这两年多多少少的 因为我们家住的孩子有好几个 就是他们上大学期间 那个业余时间就是兼职 有得干点 就我之前跟我一块回来的小鰻鱼 他还送过外卖呢 我们说你要是专业想去做这个送外卖的 那就真的我劝你就别干那个活了 对 你要是说那像个那边上大学什么兼职 偶尔挣点零花钱 你送个外卖啥可以 你要是把上外国就是为了送外卖去的 你可大可真不要去了 一个是挣不多少钱 他不是说那你一天都有活啊 一天都是满满的 因为现在饭店今天那个疫情影响关门了 明天关门来的 一会开一会关的 外卖也受影响 饭店开业 这两天疫情严重了又关的很严 昨天两天都两三千嘛 昨天刚才干了 昨天我看有个网友留言说是安省五千多了 一个省就五千多了 完了全加拿大我都看网友留言嘛 还有那个多罗多头条上那个调解他们写的那报道 都过万了 都过万了 加拿大全国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在国内有稳定工作就别想那些事了 你要想那话 你真去了解了解那边说同等行业 IT什么 那你要是你说放弃这么好的工作 电脑工程师啊这些东西去送外卖去 这不大材小用了吗 对 再一个大材小用 要是那个真能赚到超过你现在工作的钱 啥做也可以 既然超过你何苦 反正这位朋友啊 也可能就是偶尔耗信问一下 也不用太当真 我可能觉得一开始我一听着我就感觉吓一跳 我说这个孩子可怎么能是啥呢 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要是上外卖去玩味啊 短时间去留他可以 你要真想挡的挣钱那确实他没有人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没有人什么生意不好干的吧 这就说到这送外卖这块了 咱就就是聊一聊送外卖的 多伦多吧 反正就华人餐馆 我觉得多伦多室内超1000家是超过了 因为我们刚去那年时候 大致了解一下说是700多家 这都10年时间了 现在就是好几个新的华人那个广场 美食官场都建起来了 应该是肯定是超过1000家以外了 多了 对 多伦多都包括很多市 像旺市了 密西沙加了 都属于多伦多 这家一起就是超过1000的 不是光说多伦多市就包括下面好多小市县的 就是 对好几个 像这个密西沙加啊 北边旺市啊 列治文山啊 大多伦多小多伦多的 很多市 东边像惠特比了 匹克林了 还有什么奥沙瓦 这都属于多伦多的地区 大多伦多地区 加一起1000多家 要加一起1000家可能都不止了 我觉得1500家应该都超过了 现在华人餐馆是到处都是 各种的东西南北中的风味都有 完了那个送餐也多 送餐也多 我觉得很多送餐都是什么 就是留学生啊 或者是毕业了以后没有找到专业工作的啊 这年轻人他们很多是送餐来的 过渡时期如果没有一个专门只能收入还是不行的 你一定有个职业 那专职单职没啥事的 待了业余时间干的 周六周日啦 留学生休息期间干的 如果你专职就送外卖那不行的 不像国内 你看这送外卖这么多那不行的 对你那样的收入就抵消不了你的日常开销 不够用 你看你又要租房子 又要这个车费 车的油钱 或者是还有电话的网线费啥的 这个很多的 加在一起一算真不少这些钱 只不过我俩吧 这些东西都不管 我们家账目啥全都是儿子管 都在网上交钱 在于房贷呀 还有车的保险费呀 还有车的这个什么贷款啥 全都儿子在那边给网费什么 所以我们俩就脑子里印象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很深刻 对 就我们俩最后的移民卡过期了 多少都给整的 我们俩都不懂 啊 这不就是啥都依赖惯了 所以这回这个 付业卡这个事就挺难办的 慢慢整吧 还有我看留言里有朋友说 我这个眼睛戴的不得劲 就不戴了 不戴不行看不着我眼睛花了 都是戴眼镜了 花不花四十七八吗 不是都最正义花是正常的 我觉得这几年 这个度数涨的还不算很高 我现在是戴的 二百度的 国内跟外国的度数不一样 外国的都是 十度 十五度 二十度 十七度 这么算 不是 也是一百 一百五二百的 哪有我都是几度吗 你说我戴的十五度 二十度 那是一百五大哥 一百五二百 你才没看清 就是卖眼镜那块 卖那个像 眼睛自己很在意的 可能人要专门找眼科大夫给配 给烟光给配啥的 那我俩就熄了糊涂的 我也没找过专业的烟光配过 我就是上那个沃尔玛上那块 看见烧本丝的 我看着眼睛 哪个戴的比较舒服 拿一个小商品 那个小细小字 看看哪个看挺清楚的 完了眼睛还不花的 哎 我觉得就行了 从一百度开始戴的 现在到一百 两百度了 这好像也好几年时间了 那金哥就说这些 嗯 他有用啥事 你这说点 没啥事了 没啥事 就是不不穿衣服 就是猴哥还没考试呢 听电影说事 一直练 对 对跟大伙说说你考试练题 周一给我每周考两次 我已经周一照前周二就考 周一等周二 周二今天不周四吗 还有美国一览动力 我打电话说你等了吧 排队也阴多 那就得下周二 最快的下周二了 今天周四 还得等四五天呢 你练习得怎么样了 练习得凑事 比原来强多了 昨天练了几遍都是90分以上了 嗯 还有一遍100分的 还有一遍99分的 一百分的说是 那给你写的是啥来的 好多鼓励了 叫什么 就考过一次 考试 叫考试啥来的 哇 叫考试大神 叫什么 那个架考保典呀 嗯 好了 今天就说 那行 这就是闲聊啊 就闲聊聊到这 这个朋友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啊 就说要去送外卖这朋友 这样不要去送了 这真的 这出国这事吧 你可能也是就 当玩儿子得问一嘴就拉到 你要是真有这个念头 你可不能轻易就动 你一定好好了解了解那边啊 对 实在不行 疫情结束了 你过去 去旅游去 待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决定 或者你 你要喜欢农村那种生活 你就出国 加拿大就跟农村一样 为啥猴子猴子猴子 都回国内呆了 反正根据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好了 也不能说光跟农村一样 因为我俩生活 这都是在这个 就是没到市中心生活 市中心也是繁华热闹 那地方 地方太窄了 那地方停车干啥收费 猴哥就觉得他就是 这一块周围这块 他就以他这生活 周围这一块说他的感受 所以不是绝对的啊 嗯 好了 好了